过去出去 我告诉你 你啊现在就走 不到过年都不准回来 每个月发了公司 必须给我们寄回来 你看你 老不中用的 是家里面穷成这样了 还在家里面不舍得出去 现在走 马上给我走 我告诉你啊咱们落钱 你就别给我回来 过年必须给我拿出 五万块钱来 不然要你有什么用 儿子 媳妇 我走 好 儿子 我能不能拿过来五万 我也不知道 我呀尽最大能力吧 好 我现在就走 快点走啊还啰嗦什么 还在这处在这干什么 赶紧滚 还怎么着啊你还不省得走啊 你瞅瞅你瞅瞅你妈他样 看他那德行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随他 你要是随他 我 来 才不要你呢 你放心吧 我才不会跟那个死老婆子一样呢 每天在家 也不干活就吃吃喝喝 哎 行了走吧 我不 commodities 来吧 哎哟 ab acoustic 似项 什么意思 帽子 我们快哀 走了 嗯 我 废 我这老太婆,没有怎么那么苦啊,都那么大年纪了,还让我出去打工,是儿子,媳妇,不说了,我走了呀,不挂念家,也没有让我挂念的。 大胖,你看,这有你妈在外面挣钱,咱们两个在家里面,这日子过得多舒服,我看,到时候,过节过年了,也别让她回来了,公司啊,是三倍的,你说她多挣多少钱啊,要是回来了,一下子少挣那么多,咱们呀,这手花多少。 媳妇,你说的一点没错,就应该让那死老婆子早点出去打工,看现在咱们两个活得多潇洒。 不过,你妈也真是的,一个月才寄两千块钱,她就不知道多打几份工,多挣点钱,这两千块钱够干啥的呀? 这两千块钱能干什么的,一天五百都不够花,不行,再给她打电话,叫她多寄点钱来。 行行行行,你呀,现在就给她打,让她再寄点钱回来。 行行,我现在就给她打。 死老婆子,一天就寄这么多钱。 喂,妈。 喂,儿子。 妈,你天天就寄那么点钱,你让我问怎么过。 儿子,这,这月底,我都不舍得花,都把钱给你寄回去了,你还嫌少啊,妈呀,一个月就这么多钱。 我管你怎么干的,反正每个月必须给我多打一千块钱,打不了,你就等着挨揍吧。 儿子,妈每次没课,都在忙,你现在给我打的电话,我还一边忙着呢。 儿子,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了,只有那么多了。 我不管,一个月要是打不了三千块钱,你今年就别回家过年了。 儿子,好,好,妈知道了,妈知道了。 反正我不敢了哈,给你姐说。 走。 姐, 你你们两个怎么来了? 姐啊,过来啊, 跟你说个事。 啥事? 是吧,这咱妈,家里面病的,妈都瘫痪了。 你呀,赶紧出点钱,给她看。 你成天蒙着眼睛做事是吧,咱妈病人的那样了,看都不看一眼,也不知道你这个姐怎么当的。 上你家来了,你看爱搭不理的,你到底想怎么样呀? 我们,我们家不是没钱吗? 我们家有钱,能不出吗? 你说,那是咱妈。 你们做儿子,儿媳妇的,是老人病了,就应该你们给她看。 那某人平时说话的,但不要脸的,哎,平时对他妈,对他婆婆是怎么样啊,又让我,哎呦,又孝顺他妈,真的没有见着这种不要脸的人。 不知道,反正我有这样的姐,我也不怕,我也不怕,跟我姐学。 他怎么样,我们就怎么样,想让我们孝顺他妈,没门,这次啊,看病啊,让他去看呗。 利东啊,弟媳妇,你们,你们别这样说啊,这,这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,这家里面不是实在太穷了。 你们千万别给我们学,我知道,你说话那意思,不就是我们,不应该那样对我们婆婆吗? 行,你们别说了,这,这妈病了,我们也有份,我,我们啊,不应该把我婆婆赶出去,让她出去挣钱,也是,这都要过年了,你说,咱妈怎么还不回来,要不,咱打电话让她回来吧。 是啊,媳妇,听你这么一说,我,感觉心里也怪难受的,不,不行,我得给我妈打电话,我得向她道歉。 喂,妈,咋啦,儿子,妈,你过年怎么还没回来啊,妈呀,不想回去了,就想多挣点钱给你们,妈,你就回来吧,我知道,以前是我和我媳妇的错,但是,我们有一定,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,妈,你就回来吧。 好了,儿子,我知道了啊,好了,你要挂了吧,我知道了。 好,好。 叔芬,这儿不是快过年了吗,咱妈,让我两个来督促你,看你妈回来了没有,你说说老人家到现在了还没回来,咱妈呢,老脸挂不住。 你说说,这儿十里八村,都知道你俩这德行,以后,你说让我们娘家人怎么出门啊,看到你们这种表现啊,我们也就不追究了。 你妈回来以后,就好好待她吧,咱妈也没有啥事,你就放心吧,啊。 行了,这样,咱妈在家,其实身体好着呢,我们两个,就过来试一下你,你也不用担心,等大泡她妈回来,记得好好伺候人家,你们两个也赶紧去找份工作,说你们两个,让一个老人家出去上班,你们两个在家里享幸福,你们两个良心,也过得去。 你们,你们就别说了,我和大泡,我们两个过了春节,我们就出去上班,找工作,再也不在家里面游手好闲了,到时候,让我妈回来,让她在家里面享福,我们两个人挣钱,挣了钱,把房子也翻新一下,让老人有一个幸福的晚间生活。 媳妇,你别说了,还是我一个人出去吧,你啊,就留在家里,照顾咱妈。 啥也别说了,咱,咱,赶紧接咱妈去吧。 走走,赶紧走。 那我们,我们先去接我妈了,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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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说,咱姐这也改过自新了,也原谅咱妈一桩心愿,哎呀,不两才其美吧,你说你看她俩,表现得还不错,也改过自新了。 你说说咱姐,你说平时很聪明的一个人,打成这样了。 一时糊涂呗,没事,这样改过自新了就好,这以后啊,肯定也会给她婆婆好点了。 以后咱俩就督促着她。 行,反正离得近,没事,经常过来创伤。 行,咱也回家吧。